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美在一家小公司上班 每天起早谈黑 但只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而水哥一直有个导演梦 这次来东京 是因为自己拍的电影就要在影院上映 她也想借此实现梦想 而情子没有什么远大梦想 她只想默默陪着水哥 夜深了 大家各自睡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 阿美就出去工作了 看着阿美为了生活努力的样子 情子也想尽快稳定下来 一大早 她就拉着水哥出来找房子 哪知 看了很多都有中意的 要么是价钱太高 要么就是环境太差 情子很焦急 但水哥却不在意 情子生气地抱怨她 总是想着自己的电影 一点也不为两人的以后考虑 水哥则安慰道 只要自己的电影票房大卖 一切都引刃而解 想到以后美好的生活 情子也放下心来 偶然间 她们看到一家店正在招聘包装人员 于是前去迎聘 没想到 这么简单的工作 情子都做不好 反而陪同的水哥顺利通过 回到家 阿美委婉地提醒她们 自己的男友就要搬过来一起住 两人连忙解释 正在找房子 马上就会搬出去 迫于生计 两人只好兵分两路 水哥去打工赚钱 而情子则负责找房子 但糟糕的是 他们的车子因为伪装而被拖走 车子里的放映机是水哥隔天要用的 为了不让水哥担心 情子独自来到停车场 可是赎回车子的费用太高 他只好请求工作人员让他拿回放映机 成千上万的汽车 情子一辆辆寻找 最后成功找到了放映机 隔天 水哥的电影正式上映 他的作品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很快就有很多广告商找上了门 面对事业越来越顺畅的男友 情子感到无比低落 他感觉自己与水哥越来越远 晚上 情子难以入眠 此时 阿美的男友已经搬了过来 情子听到阿美的男友责备他 为什么还没让男人搬走 他认为玩艺术的都是不学无数的家伙 阿美则辩解道 其实 水哥有自己的工作 就是情子每天都无所事事的 情子听后非常沮丧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 清晨醒来后 情子发现屋里只剩下自己一人 可怕的是 他发现自己的肚子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而他的身体则用木头架子支撑着 他慌忙跑出了门 此时 他的鞋子脱落 他的腿已经变成了木头 他想赶紧回家 可是走着走着 他的另一条腿也变成了木头 他像走高桥般在街上踉跄而行 最终 他彻底变成了一把椅子 晚上 一个中年大叔把情子带回了家 情子也在人和椅子之中自由转换 大叔在家时 他就变成椅子 大叔走后 他就变成人 慢慢的 裙子彻底喜欢上了这种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故事 人生在世 你必然有你的价值 因为暂时的处境而否定自己 人生那么长 只要你看奴隶 总会有一段路等你发光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东京狂想曲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赐信我呀